嗨 这里是音乐就该好好听 我是主持人林尚德 在本集节目您将会听到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金曲奖奖项的流遍 以及评审的过程 我会用担任四次金曲奖的经验 跟大家分析里头的运作 第三个会跟大家聊聊 金曲奖典礼的演出的曲目安排的原则 第四个就是跟大家分享 阿妹在第二十二届金曲奖的演出的 为什么精彩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一集的节目 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那么我们这一集来聊聊张惠美的原因 是因为有听众朋友留言说 这个敲碗 可以讲一下张惠美的特辑 但是张惠美的这个博大精神 因为她实在是唱过太多套歌 出过太多的专辑 那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下手 因为当然她也是我非常想要讲的一个主题 当然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音乐人歌手 那么最后呢 我决定要从这个 我跟她有近距离观察过她的这个一次经验 那就是在第二十二届的金曲奖 她有在里头演出了一个音乐主曲的这个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那顺便也说说看金曲奖 那以及金曲奖的典礼的这些工作人员 到底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金曲奖其实是华人公认的是最有公信力的一个音乐奖项 那也已经非常有历史了 那我自己有担任过四次的金曲奖的评审 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金曲奖的一些这个珍贵的地方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她就是她的公信力 也就是说就是这是一个不能瞧的奖 然后用行话奖就是这样 有些颁奖典礼她会因为你在我们的电台 或在我们的媒体下了比较多的预算 那当然会给你一些服务 那或者是她有这个各种流量的考量 各种这个因素 那这个奖项是可以做讨论跟这个协调的 那金曲奖当然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奖项 那要再回到她的这个奖项的设计的原则 那她其实是一个这个政府举办的活动 那大家知道政府举办的活动 最重要就是要不能出差错 不能有负面的东西 不能有不好的消息出现 所以其实她的制度设计是非常的防闭 那也就是说这个你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漏洞 那以前会有什么什么有黑箱啊 什么提早泄露什么名单 其实这都是不太会发生的事情 那跟大家讲一下她的这个评审的设计原则 那么她在她会有分这个 一开始在初选之前会有这种审议委员 有一点忘记她的证券的名称 就是在报名的人 然后可能在这些会进入到这个讨论名单的这些 会有这些委员先来做审核 那这些委员都非常厉害 她会知道当初那个谁 她在团体发过片 那个团体不红 可是你现在这个人就现在就不能报新人奖 或者谁改过名字 所以这不是她的第一张专辑 这不是她的第一个单曲 那非常厉害 我记得这个通常都是有对唱片圈 非常非常了解的人来担任 那么我担任其中一届的这个委员就是 我记得是吴建恒 然后左光平 还有纪明洋老师 那这些委员呢 他会包含之后的委员跟之后的讨论 包含音乐的典礼的演出 都会有一个特色 因为他都要涵盖了国语台语客家 原民原住民的语言 所以这些委员都要会来自于这四个领域 也就是说你的 你接下来的评审呢 都会有这四个背景 然后他不会偏肥 就是说里头一定要有对客语歌曲很了解 要对原住民歌曲非常了解的人 所以他这个刚才我讲的那几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些这个审议委员 这些抓肉委员是真的非常厉害 哇这谁发过片 再几年发过片 然后他这有什么 这首歌是翻唱哪一首歌 然后有改名字 怎样他们都会知道 所以第一关就已经非常的严格了 然后接下来会有这种 初审的这个委员 那是在网络 大家各自在家里 这个评分 那这个委员大概会有50个人左右 就是说这个初审委员有50个人 大家在各自没有联络 彼此没有讨论的情况下 这是要盲扯 大家各自去提供自己的想法 那当然这个当评审 如果你是第一次当评审 我第一次当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分数都打得很近 就是哇这个也不错 那个也不错 因为它是十分值 就会打 哎呀这个 早上差一点给五分 哇这个实在是很不错 但又不敢打到顶 所以就打九分 所以五分跟九分差异是不太大的 就是影响不大 到后来呢有经验 跟同时当然 在决审的时候 跟评审们交流 交换意见之后就知道了 后来我的打法就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不行的呢 就直接打零分 或是直接打一分 可以的就打九分十分 这样就是一开始就要把它拉 打以免你这是一个无效的评分 因为如果大家都打得比较开 然后你的好跟坏最后只有差三分四分 其实就不需要十分值 所以不用在意说 这个给零分或一分是不是太羞辱人 这个目的不在于 这个分数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能够让它有明显的辨别度 所以在评歌唱比赛的时候 跟这个金曲奖的典礼 如果有经验的评审 大概都是会是这样下手 不然就是那种上万首歌 每个都差一点点 然后最后评起来差零点零几分 那个只带是太困难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接下来就会有副审 那副审委员呢 当然会从这个出审委员里头 再找部分的人 那当然也会在 媒介有点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会再重新找 新的评审来进来 那所以这个副审委员的 这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讨论出 入围者 那这个讨论都是非常非常之激烈 而猛烈 在里头有的时候会吵架 有时候会这个 总之大家是非常的畅所欲言的 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这都是为了要 找出最优秀的作品 你知道这个上万首歌 只能有五个题名 六个题名 那真的是非常残酷 所以人家都说这个 入围其实得奖 那这句话其实不是 不是场面话 不是玩笑话 因为在入围的那个时候 真的是厮杀的非常的严重 那大家就是各持己见 不过当然 这个不是用辩论来 这个决定 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个 分数作为基准 那如果你想要推翻 这个分数的话 你得要几分之几的人 这个同意 然后又要再重新投票 比如说说 制度上是完全没有漏洞 那但是大家会畅所欲言 那这个 所以这个入围名单 这个开出来之后呢 它就会公布 那这其实全程都是非常的保密 因为入围名单一天之内就要决定 然后所有的老师就是 关在会议室里面 手机直接没收 那上厕所会有人看着你 所以可以说算是滴水不漏 就是这些评审就在里面吵架 然后你们反正就吵一天 把这个名单给吵出来 没有说什么回去 然后隔天再来 那消息都走漏光 然后那个入围名单出来之后 当然大家就回去再重新细听 然后那仔细再去听 最后到底是你认为谁最好 那这个就是在金曲奖当天 那评审就要这个集合起来 一样一大早就把你关起来 那这个有的时候还会叠对叠 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吗 这是评审不是各自到 那个文化部去 然后他先约某一个地方 然后再这个开车把大家运过去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 因为怕你自己走进文化部 那还是可能会有记者会知道 今天来的人很有可能是评审 我来读一下问一下这样 所以这个算是防外泄 是防得非常的彻底 那么决选当天 就是典礼当天讨论谁得奖 那这跟金马奖的状况也是一样 就所以防止外泄 那一样手机收起来 那人关起来 厕所有人盯着 那里头还会有回避原则 也就是说因为 你会选的评审 其实都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他们不太可能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作品 在这一届的入围者里头 那有时候他可能是在里头有写歌 有些时候他是编曲者 或他是制作人 那这个的防避就是他要回避 如果这个奖项跟你有关的时候 你就会被请出会议室外面 有其他的人讨论 那这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能投票 你仍在里面 只要这个见面三分情 那大家也不好意思说 你这个歌鞋得很烂啊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首比较好 那为了避免这个状况 就是请你出去外面 然后你就可以在外面休息一下 这是蛮有意思的 那我在当决审评审那一届 是我有做这个彭家会的大龄女子 所以他里头的什么最佳制作人奖 最佳单曲制作人 最佳女歌手什么 我一概通通都在外面 根本就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那这个的评审过程 其实也很有意思 通常会是一个单数的评审 这可能是21个 然后会有一个主席 那主席主持嘛 主席主持会议 但他不投票 那么大家就对着电脑投票 先讨论 这个大家觉得 今年的最佳男歌手是谁啊 然后大家先吵一顿 那我觉得那个怎样 他唱得怎么样 那吵完之后 充分表达意见之后 主席就说那我们来投票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 可能会有过半的歌手出现 可能没有 那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再讨论 比方说21个评审 然后大家得到的是五票六票六票 这样子 那这三个就要再进行讨论 其他的题调 那再从这三个投 投到要有人过半 那么防臂的多严谨呢 就是有过半的时候 只会主席跟大家说 有过半 但是是谁过半 连评审都不知道 这个是非常的这个 真的非常的严密 所以我们在看 颁奖典礼的时候 评审们也是蛮刺激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谁得奖 那这里头 当然有些时候 大家会讨论很激烈 比方说我们可能讨论很激烈 再说这两首歌 大家讨到 今天最后得奖的是第三首歌 那这个 当然不代表 这个 大家有什么弊端 那只能说 评审 很多时候是 已经有定见 那 讨论很多的这两首歌 可能也只是部分的评审 比方说这里头 可能有五个评审 一直在讨论这两首歌 那其他十几位 可能已经新有定见 我其实是第三首 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没有说服我 所以以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个严密的程度 大家应该可以相信 金曲奖是非常的公正 至少在制度上 是完全不会有问题 那你说 有没有主观的喜好 那当然绝对有 这个音乐本来就是有主观 评审组成 自然也会影响得奖的人是谁 这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认同 但它在制度上 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金曲奖同时也是一个 不断的进化的过程 那以前其实没有评审团大奖 也没有年度最佳专辑奖 以前就是最佳国语专辑 国语专辑 最佳课语专辑 最佳愿民专辑这样 那到后来才有这个最佳年度专辑 就是从这四种语系里面 这个的入围作品 不是得奖作品 里头再选一张最佳年度最佳专辑 但这里头大概会有很多讨论 说你这个 比如说课语 最后得奖的可能是一个课语专辑 他说你这个最佳课语专辑 就不是你得 为什么最佳年度专辑是你得 这个会有很多的讨论 那当然以评审的角度来看 就是对手不同的时候 他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比方说他的对手 是这四张课语专辑的时候 那我们又要 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考量 就是就要维持课语的独特性 什么的时候 得奖的是A专辑 但是他跟其他四个语系的打算 这20张专辑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一张的B的课语专辑 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他由B的课语专辑 来得到年度最佳专辑 这个是有可能的 只是说可能一般听众 很难了解这件事情 都觉得这可能有问题或什么的 那这个是我的金曲奖的 一些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我觉得金曲奖是真的非常好 而且是越来越好 那包含到后来还有这个评审 这个评审主席去 邀请所有的评审 那变成是有点像影展评审团的制度 这个也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是金曲奖这个 要说大家说个三天三夜说不完 所以我们就到此打住 我们要赶快进行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 讲的是这个第二个主题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商会妹在第二十二届金曲奖的演出 这个我最亲爱的音乐大师 这个主曲 在接近九分钟的表演中 他这个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这个金曲奖的演出到底是 什么原则来安排 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原则 那前面有提到 因为这是一个政府举办的活动的奖项 所以他要顾到所有的层面 所以这演出里头一定会有客家 一定也会有原住民 一定会有台语 一定会有国语 不管他是以歌手来分 或者是歌曲的语种来分 总之他就要看起来很均衡 他不能说怎么整个典礼全部都国语歌 然后我整个典礼全部都台语歌手 包含颁奖的人也是 你一定会看到他有各种的族群的代表 或者是各个不同的身份的代表来参与其中 所以这是他非常百花齐放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在演出上当然也是一样的原则 他不太可能是 比方说唱一首完整的歌 然后收工回家 那就会常常出现组曲这状况 那组曲底头难度在哪里 组曲你要有个主题 不然我随便放个八首 我觉得很好听的歌来唱这样行吗 当然不行 因为这个要符合文化意义的 所以以阿妹的第二十二届 我最亲爱的音乐大师这个主题 他就是致敬已经过世的音乐大师 所以在他演出的曲目就是 第一首就是留不住的故事 这是纪念陈志源老师的作曲 那么第二首歌是天空 这个是纪念阳明皇老师的这个曲子 那第三首是变 这个是梁洪志老师 那第四首玫瑰人生呢 则是张宏毅老师跟圣志老师 都是已经过世 就是词曲都已经过世 那最后出现一个这个 我最亲爱的 林夕跟Russell Harris 当然Russell Harris 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状况 但应该不是在纪念的对象中 因为这个金曲奖 应该不会纪念到一个老外去 那林夕当然还是火蹦乱跳 那所以为什么出现一个 我最亲爱的这个歌曲呢 因为你要邀请大牌来演出呢 如果全部都唱别人的歌 然后就总觉得 如果你是经纪人 或者是你是典礼策划的人 就总觉得好像少一位 而且还会觉得说 那我来参加这个典礼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致敬以外 我当然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歌曲 也能让大家知道 所以通常在演唱的时候 还是会安插一点点自己的东西 那这个大家在看金曲奖 看这么多年 也大概都知道了 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有些人的演出是 好像很多都是自己的歌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件事 可能里头有很多的运作或操作 或不得已 然后这个都不足以为外人值 除非你是典礼的策划人员 好所以 这个是他的曲目 那这个歌曲的这个 主曲啊 其实很重要就是要 编曲要编得好 就是说一开始可能要先微微道来 然后再慢慢慢慢再把歌曲 进到一个高潮 然后到尾巴是要最激昂这样 所以这个重新编曲的工作是非常重要 那么这一个典礼的编曲 这个曲目 主曲的编曲是由吕胜肥老师来编曲 那么也就是现在北流的现任的执行长 那么指挥者是史杰勇老师 那史杰勇老师是这个古典跟电影配乐的大将 大师 那当然他后来 好像也在这个典礼过后 没有几年也过世了 那就是说他自己也 很不幸的也成为了 我最亲爱的音乐大师的一部分 那接下来要进展到 我要开始说阿妹的这个演出之前 让我们先来听歌 那也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不是在纪念歌曲的行列里头的这首歌 就是我最亲爱的 那如果您是使用KKBOX 聆听本节目的朋友 接下来就会直接播放这首歌 如果您不是使用KKBOX的朋友 那就请您跳出这个软体 自己去听一下这首非常动人 非常感人的歌曲 请听歌 好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阿妹的这个演出的时候的 我的一些感想 那一开始当然要先说一下 因为这一次的典礼是 我以前服务的公司 无线人声 来做这个音乐统筹 所以等于就是我们在整个的 典礼音乐的策划 那包含这个 规划 然后乐手 彩排 练团 然后这个进小巨蛋的这个彩排 那以及正式的演出 我们都要在里头协助 那么在这个典礼活动当天呢 我是在乐手区 就看看协助 看看乐手有什么样子的 需要帮助的地方 那么就从这儿开始聊起吧 其实现场演出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刺激 因为你没有办法出错的 所以比如说在放这个program的人 那program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 你那编制太庞大 你可能或者是不适合用 真实的乐手来演奏的 我们会先用电脑编好 或者先入进电脑里头 那现场播放 然后搭配乐手演出 像这种 光是这个program 因为你就一台电脑在播 实在太紧张 太刺激 所以现场演出的时候 都会是两台电脑一起播 如果一台不小心当机 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还有另外一台 可以马上把音量推上去补 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然后当然都会放乖乖 这个如果不是台湾的听众 就乖乖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零食 那就是希望机器很乖 不要出状况 所以就会放乖乖在附近 不过你当然演出的时候 不能放在被看到的地方 因为那也太糟了 所以总之就是大家 都是非常的战战警警的 那记得在总裁的时候 当然前面彩排 进小鸡蛋开始彩排的时候 都已经做了很多的测试 不过正式演出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刺激 我记得 因为那是吉他手 是陈君豪 陈君豪也是现在 其实也不是现在 他已经做了一个 顶尖的制作人 引领音乐潮流的制作人 也很长一段时间 他那个时候 也是担任乐手 吉他手的角色 他在正式演出的时候 他的这个 耳麦 就是那个 In-ear monitor 就听不到声音 或者是少了什么乐器 这个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都是会遇到的 就是说 音控人员都是很专业的 但是 你就是没有办法 预料到那些东西 那你身为职业的乐手 身为一个高手 你就是在听不到的时候 或者少了什么乐器的时候 你还是得弹 而且还是要弹到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错误 这个是非常厉害 但是 就算是 这么有经验的老手 他在演出的时候 那个手还是会非常紧绷 因为他耳朵听到的 就已经不对了 可是在这样子的惶恐 跟这样子的担忧 跟这样的突发状况底下 他还是要能够弹得很精准 很完整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些担任的乐手 就是现场乐手 到底是要有多强的能力 有些时候 你会说 怎么歌手 怎么走音 有些时候也跟 聆听系统也有关系 但这个也是这样会 讲不完 就此打住 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的典礼 还有A-Lin 他也唱了一个主曲 那他在正式演出之前 因为木还没升起来 好那我们就在乐手区 所以等于是在他背后 正式演出前 木还没升起来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 嘰的声音 他这耳朵 而那个 前听系统发生的这个feedback的声音 很大声 然后 连我们外面的人都听到 然后就听到他这样 这样子 因为他也不能够叫太大声 因为已经准备要演出了 但是那个高音 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是直接在你的耳机里头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那对耳朵的伤害有多大 而且你自己正在演出前很紧张 好这些都 但是那木升起来之后 他一样是唱得非常好 也没有人知道 在木还没升起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那也有可能他这个 很高的那一个feedback声音 出来之后 他可能那段时间 比方说前一分钟 他根本是 左耳是根本听不到的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 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 就还是完美 这些都是 可能大家在电视机 或者是网络前面是看不到 这真的只有工作人员 才能够看到的事情 那不过 就没有一个工作人员 想要看到这种事情 然后大家都希望 平平顺顺的 举行 然后把这个音乐 好好演出 这样 但纵实是如此 就每一场 其实都还是有 蛮多的状况 这个是我在 后台看到的一些状况 跟大家做分享 那接下来答案 这个阿妹 讲了这么久 还没有到阿妹 那 等于是 我们也是从小听着 阿妹的歌长大 是吧 那他的歌声 他的人生故事 他的这些众多金曲 我们也是耳熟能详 所以他在演出前 其实我就非常的期待 作为一个从业人员也好 作为一个歌迷 都是很想听听看他现场是什么样 当然也看过他的 听过他的演唱会 不过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工作人员 我想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那他在 总彩的时候 也就是在前一天 正式演出前一天会来总彩 那时候就 他在唱 那我们是 我那时候还是在 这个舞台上 你就可以感受到 他那个一出来的 气场 然后他的音乐诠释的能力 跟他的这个精准度 跟他的感情 就确实毫无疑问是天后 那 就是非常的感人 然后就是从业人员 你也是听得 哇 如痴如醉 那我们还要跑到台下 再去听 还是非常的好听 所以就觉得 哇 这个也太完美了吧 那当然正式演出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电视机前面 当然现在网络也有人 把它截取下来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他就是证明 他就算是站着唱 也是如此的迷人 如此的感人 如此的具有这个存在感 那就是说 大家觉得阿美是很会带动气氛的 这个什么 全场都要跳起来 然后三天三夜 搞到这个 这个什么 场地 场馆都会震动 好几条马路以外的 居民都受不了 就是他是这么有热力的人 可是在这种典礼演出呢 他就是站着 也不说话 也没什么动作 就是唱歌 就征服了这个大家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了不起的 那当然他对歌曲的演绎能力 也是非常的好 因为这些歌曲呢 除了最后一首歌之外 都不是他的歌 那他就是有办法把它唱到 就觉得像是他的歌 那是阿妹式的演唱方法 那其实那个时候 他应该声音 已经比较沙哑 我当然是指 跟他刚出道的那个时候 那当然他在 那之后 好像还有再更沙哑过一段时间 不过纵使如此 他的那个演绎能力 都还是非常的棒的 那我想要举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那一届呢 第二十二届 阿令也有演出 那阿令他本来就 非常非常的会唱 那我没有跟他合作过嘛 不过据跟他合作过的 这个同行朋友都说 他演出的时候 他在录音的时候都是 在唱一道就 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因为他 已经知道哪里要收 哪里要夺 那咬字音准 情绪 他都会自己 把它都处理好 就是这个是 现在人家讲的 叫什么 行走的CD 或者是他吃了CD 那纵使是这样子的演出者呢 在2011年的时候 他跟阿妹等于是 同场较劲 虽然不是连在一起的节目 不过在当时 是阿令先唱 唱完就 哇 这怎么 很赞 很会唱 因为他演唱的是这个 入围最佳男歌手的歌曲 所以有韦里安啊 然后还有林俊杰的歌 都很难唱啊 那他也是唱起来 觉得 哇 这个也唱得太好了吧 但是在 阿妹这个 妹神 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还有一个 东西是比 这个情绪 音准 控制力 要更上面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 音乐的掌控性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十几年前 当然 那时候的 阿令的历练 或许还没有 现在这么好 那在我们在现场听 跟我事后再看 那还是觉得 阿妹的 的宰致能力 是超过阿令 不过 现在的状况 当然也不太一样 因为阿令现在 经过这些年的磨练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 精彩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阿令 我们也有机会的话 也想要单独开一集 跟大家聊 然后阿令也是 累积了非常多的好歌 然后也唱了很久 那他的人生故事 大家也都参与了 跟他的声音啊 大家都是非常的喜爱 其实也很值得 大家再去做研究 那但是我在这边 等下先讲一下 阿令的一个 巨大的优点 那大家讲他什么 天生歌姬啊 或者各式各样的歌姬 那但是他其实最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是在他的低音 因为低音其实是 很难演唱的 甚至是比高音更难演唱 那当然因为他很能唱 音域又宽的时候 大家在收歌的时候 很常会收一些非常 音域非常宽的歌 所以那个时候 你一定要有很扎实的低音 对女歌手而言 那个低音如果不扎实 你就会唱起来觉得 这个歌都飘飘的 那阿令就是低音 实在是太漂亮了 低音控制又好 颗粒又大颗 阿令的声音颗粒非常大颗 就是说如果他同场 跟人家演唱的话 比如说他跟这个 戴爱琳一起唱的 《我不离开》 你就会发现 轮到阿令唱的时候 那个奇怪 怎么这个Vocal比 比较大颗 那个大颗有点难形 总之就是他的 Vocal所占的频宽 比人家的大 那当然就是 这个是来自于他的共鸣 然后发声的方式 所造成的 这个不是说 不只是他天生音质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的低音是非常漂亮 然后的颗粒是非常大颗 应该是我听过的 《华语尼歌手》里面 颗粒最大颗的话 也没有质疑 因为他就很独特 他的低音跟他的颗粒 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 他的这两个地方 那对 那拉杂讲了那么多 不是说 不是要跟大家说 阿令比阿妹差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那个时候的 以人生阅历 或者是各种演出经验 或者各种的累积来看 阿妹似乎在演出上是 小胜一筹 但是过了十年的时候 之后大家就会有 不一样的 变化 当然这样听起来 好像是我在讲 阿妹现在唱得不好 阿令唱得不较好 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乱说 总之 这个是我的一些 称为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些 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播放 这个主曲里头的 一首歌 是留不住的故事 是由黄音音所演唱的 那祝各位一样 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